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ODC指数今天还是小涨 今天是小涨了0.02个百分点 老师到底是为什么 而且今天盘面上好像比较大的焦点是生计股 还有一些观光类型的股票是这样吗 对啊 今天的主角不是电子哦 今天的主角是生计 是游戏 然后恶性塑化吧 甚至包含了九九不动的金融股 今天表现也不错 金融股表现也不错 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的事情就是基本上发生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市场的目前看起来 资金在轮动 已经移到非电的族群当中 那就会有人会开始在想 那非电子股会不会成为盘面的主流 不会啦 那不过就是电子涨累了休息一下下而已 其实刚刚齐真讲到了 我们OTC指数其实是上扬的嘛 那上扬的情况之下 代表中小型股表现不错 所以电子股的弱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全子股的弱 基本上是来自于全子股的弱 你看那个2330的台积电 一开盘就下跌 然后跌了三块钱 光这个台积电的影响 就接近三十点 接近不到三十点就接近三十点 台积电只要跌一点 大概有影响十点左右 所以我们今天跌掉了三十七点 是不是代表了全子股 在今天的相对来讲 它的一个压盘的力道比较强 那台积电为什么要跌 那是因为这个美国股市在现阶段 好像也在进行高档震荡整理 其实我在礼拜六的演讲会 那还不错 爆满台北厂市爆满 所以爆满 因为老师说天冷下冰爆都要来吗 没有他们说要来看你 哪有你乱想 他们说要来看其成 其成怎么没有来好失望 哪有都要看你的 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来了 那我想大家都很想在市场当中赚钱 所以来的部分就是 我会分享一些我的选股的观念 那也不错了 虽然有些股票拉回来 但是其实你的观念正确之后 我们就不会怕 我认为股市本来就是涨涨跌跌 那有些股票涨上去 有些股票跌下来 那跌下来你会不会怕 这才是关键 涨上去你绝对不会怕 你要有兴奋 但是跌下来之后 你会不会怕 我认为这才是 我在那场演讲会当中 要跟各位分享一些操作的观念 我的选股我是从哪里去出发 我为什么要往这边去走 你知道吗 这个在 我在桃圆场的时候 有一个投资朋友是从高雄来的 哇好认真 真的很认真 好棒 好棒棒 对他来的一个 他其实来只说 他说我来 老师我只问你一件事 你为什么顺德可以抱那么久 他很好奇 对他很好奇 所以我用了从价值出发 用成长画梦 这个逻辑跟他去做分享 那我相信 这位投资朋友 那么也大概也了解了 我的一些思路的逻辑 其实我的操作逻辑很简单 就是我在选一档个股的时候 我不是用技术面的角度去选 好 我是从基本面的角度去选 当我出手去买的时候 那个地方我会参考技术面 比如说技术面转强 那我认为我可以买会进去 那大多数的投资朋友的操作 不是这样 所以我是基本面选股 技术面操作 对吧 那大多数的投资朋友就是 技术面选股 就是技术面转强了 你就跳进去 你都不管他的基本面 然后呢 一定有对有错 一定有对有错嘛 这个我基本面选股 也会有对有错啦 但是你技术面选股 也是有对有错 好 那问题的中心点 当你对的时候 那你抱不抱得住 听到没有 这才是关键点嘛 好 当你对的时候 你很可能抱不住 为什么 我讲给你听 因为你是从技术面去选的 股票在涨之前 那个阻力很坏 它会甩轿 它会震荡 对啊 对吧 骗线 那个骗不骗线 另外一回事 会被骗线 那都是你的问题 我觉得那都是你的问题 就是追墙 然后被杀回来 那个那就你的问题嘛 我觉得那个比较偏向 是散户投资朋友 你自己的问题 那我现在讲的不是骗线 而是 它确实已经 K线是满线 或者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长红棒 你追进去了 但为什么 你有时候 有一些金鸡母 你是抓不住 因为我在长的过程当中 我需不需要换手 我需要啊 那我要不要震荡 我要震荡 那我一短线一转弱 你会做什么动作 跑嘛 嗯哼 你不是白米冠军吗 我的怀疑啊 那个花蝴蝶 应该都跑输你吧 花蝴蝶是多久的事情 老师你比较熟 一百公尺 但我知道他 一百公尺的女生的冠军 美国 很资深 好久了好久了 好所以你跑得都比别人都快 一个转弱你就跑掉 好对 对呀 你常会讲 跑掉之后隔一天 或者隔两天之后 他又涨上去了 然后呢 你就不会去追了嘛 你们操作逻辑是这样嘛 其实我的操作逻辑很简单 一档个股 如果我操作 假设当时不成功 可是后来发现 他的基本面转强 我会再进来 我是从基本面跟各位分享 所以技术面操作股票 我该谈到 有对有错 那错的时候 就是你要不要跑啊 你错的时候 你就好像脚被钉子钉在那边一样 你都不会动啊 但是你对的时候 你跑得好快 那有些跑快的会对 那有些跑快的会错 所以你会发现到 其实有些金鸡膜 我发现 有很多人都做过 曾经做过 还有人跟我讲 他曾经买过那个上银 我是两百亿进的 是 他买的一百二 我说你好棒哦 一百五跑掉 对嘛 你要赚三十块很多啦 跑掉了 就跑掉了 现在呢 三百多块 我两百亿买 我还没跑 我今天收盘三百亿书 所以谁赚的多 是你赚三十块多 还是我赚一百块多 当然是你啊 对啊 赢好多 所以不是你在什么点进去啦 而是你的买卖的操作逻辑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发现很多的投资朋友啊 这个家里都准备了好多的跑步鞋 有些准备是溜那个直排轮 那个溜起来好快 好像溜起来很快 因为我们之前有的就是忘记溜啊 所以现在准备多一点 你会忘记溜跟你不会溜 其实你都没有什么想法嘛 你都完全是凭自己的感觉 不是吗 我感觉走弱就卖掉了 对吧 我相信 或者是技术面 对技术面转入我 我从来不会因为顺德的技术面转入 我告诉你他结束了 我从来没有啊 而且连法人老师都不在乎 呃 其实有啦 其实我偷偷 你们知道就好 你之前说 我偷偷讲 虽然我表面上讲说 外资卖我不怕 但是我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 要偷偷说什么 我偷偷说 其实我的枕头巾枯湿了很多条 你说外资在卖 我也会担心啦 我怎么会不担心 但是外资的买卖 其实外资的买卖 它的决定是在于短线 各位懂我意思吗 它会影响虫码面嘛 对 因为外资真的是老大啦 这个我买的 他买的时候买个几千张 几万张 卖的时候买个几千张 连续在卖 你会发现那个很恐怖的 对 股价会被他一直卖下来 一直卖下来 那我真正能够坚持我的信念 原因在哪里 是我坚持它的基本面 听众朋友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我会不会怕 我当然会担心 但是我这个担心 会变成害怕 那除非它基本面转变掉 好 所以当顺德当时 被56块修正到42块 42.2 那那一天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的日子 那一天 那一天外资买超 就达到42.2那一天 外资买超 一千八百零一张 那一张 就是我们可爱的奇珍 把它卖掉 42块2 好 然后到今天 我到今天都在哭 你42.3 你卖42.3 我记得 你没有卖最低 没有 差一点点 但是那一天 老师说外资 通常都不会买一个 个位数的 就是看到 我丢出来就顺便剪一下 就把你那张也剪起来 没有啦 还不小心剪到的 被外资算一算 我只有剪一千八百张 为什么突然冒出那一张 我真的卖在最低 那一天 没有没有 你是次低 那一天可是不是最低 所以其实那一天 你说我会不会紧张 会嘛 但是我在评估的时候 我评估什么 我评估顺德可以赚多少钱 好 我当时的评估是 四块半到四块八 那如果顺德在 就是今年啦 我预估今年的顺德 可以赚四块半到四块八 那结果 结果如果可以赚四块半到四块八 股价跌到 我们讲四块半就好 股价跌到四十五块以下 是不是本益比在十倍以下 担心归担心 但会不会害怕 不会嘛 听到没有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相对来讲 我没有办法去阻止你 法人的卖出 或者是谁散户的卖出 但我知道到那个点的时候 它基本上具有价值 所以你更要报老 事后证明我是对的不是吗 当然 因为它股价涨到九十八块 其实很快我就知道老师是对的 所以我之后有再买了 只是就是那种担心恐惧 这是哇我真的是散户最标准的 所以因为你们会担心的原因是 因为你们没有去做这档个股的研究 没错 不会啊 对啊你们才需要我不是吗 是 所以我会去做研究 我会去看研究报告 会用我的方式去评估一档个股 对吧听了没有 这才是关键点 所以我想操作到最后走到最后 其实拼的是什么 拼的不是你什么股票在涨顶板 而是拼的你有没有耐心跟眼光 对吧 你要在市场当中赚大钱 我觉得我通常不太在意 那两三块我在买的时候 听到没有 你可能可能没办法理解 我讲一下 如果一档个股 它现阶段我决定要买 那有些会员 高端会员会打电话来问 老师我们应该定什么样的价位 我通常都告诉你直接买外盘 你懂意思吗 如果我决定要买 现在的问题是我决定对跟错的问题 不是你在意你的五毛钱一块钱 如果我要买 我不是一定要买到吗 听到没有对吧 如果我要卖就一定要卖掉 对 所以我不会说 很多人说 老师我参加你会不会代进代出 我一定代进代出 而且我赔钱的股票会跑很快 我赚钱的股票才会报很久 这就是我的一个操作的观念 当然我会让我赚钱的 一定是我的眼光对了 就像上银一样 你会很在意上银今天杀回来吗 盘中杀下 哇老师盘中跌了三四块 我完全不在意 我不在意的原因 除了我的成本够低之外 另外一个部分 我认为上银还会涨 因为上银还会涨 所以我还会买啊 你只要拉回来我就会买嘛 你只要拉回来我就会买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观念 我把这个观念跟各位一定要讲清楚 如果你现在买的股票 是一个未来不看好的产业 我问各位你会不会怕 当然啊 其实你不会怕 因为也不懂是这样 对你好厉害你都知道我的梗 也不是因为我们刚刚就是一直诠释这件事 你都破我的梗啊 对不起那我不要说话 没关系对你说的是对的 因为投资人都不懂我买股票 我还你什么基本面 我就是买技术面对不对 所以你那天哇好厉害哦 礼拜五那个类比克拉到涨停板 你是不是跳进去了 今天跌停板 礼拜五涨停板耶 今天跌停板 你还相信你的技术分析吗 我不是说技术分析不可靠 因为我也参考 但是他后面一定是要跟他的基本面嘛 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的做法刚好跟你倒过来嘛 我是先基本面选了 选到的股票我才要 那股票涨停板的每天都有啊 我不一定要跟你追那个类比克啊 不是吗 因为我觉得类比克 他连MOSFI的概念 摸到那一点边都没有好不好 我可不可以跟你讲MOSFI的概念里面 我没有去讨论类比克的 可是MOSFI的概念股里面 很多都是所谓的类比IC 所以类比克叫做类比IC 如此而已 可是很多人以为他是MOSFI MOSFI的股票最近很强的叫尼克森 那个是最标准 今天还在涨停板 对 可是呢 很多人说尼克森涨高了 所以去买类比克 那类比克跟MOSFI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你在买什么 为什么礼拜 礼拜五很强涨停板 因为大家都这样想 散户拱股票也可以拱个两三天 好吧 散户来拱股票也可以拱个 你如果大家一路拱 也可以拱个两三天 所以这才是关键点嘛 所以我想不管如何啦 就像我讲的 不是股票转强了 你就要进去买 好 如果是这样可以发财 我相信我也看得到盘 我看盘的时间比你更久 那我是不是 我只要涨停的股票 或强势的股票 每一档去追就行了 那我们早就发财了 就是因为不可能是这样子啊 因为不可能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选股的过程当中 我才会用基本面的角度去选 因为就算他短线的拉回 我不会怕嘛 对吧 到现在为止 我都告诉你 我都不知道杨明光在长什么 我老是告诉各位 不管我演讲会讲的 还是怎么讲 我都告诉你 我都不知道他在长什么 但是为什么杨明光在 上个礼拜五拉到快涨停 很多人又跟我讲杨明光 对吧 这很简单的观念 现在的杨明光 今天杨明光重错5.5个百分点 那你礼拜五追了是不是套牢 一定套牢嘛 不不用讨论嘛 一定套牢嘛 所以你怎么去做股票 能够让自己胜算更大 想不想在最短的时间 赚最多的钱 这是大家的盼望 所以我这样问是不对的 没有我在帮忙回答 对啦 其实很多人都想在最短时间 赚最多的钱 可是你用错了方法 我必须告诉各位 用错了方法 你就会很急 那有些人就开始 那我去找那个趋势往上股票 他一路急涨 我就去追他 可不可行 可行哦 然后你套牢 上个礼拜五 文茂大涨 创历史新高 很多人追进去 今天呢 今天文茂开高走低 重错5个百分点 文茂是好股票哦 文茂跟杨明光是不同的哦 但是你可以在一档个股波段大涨 已经超过一倍 甚至一倍半的情况下 再追他吗 当然不行嘛 好股票要怎么买 长线股要怎么买 拉回买 对 而不是转强去追嘛 长线股是拉回买 所以哪一天上银突然出现重错 呸呸呸呸 但是呢 真的如果出现那个现象 你就要买 对吧 这才是一个关键嘛 所以上银的拉回 有没有拉回 他有嘛 他从336回到306 不是回了30块嘛 你买这个306 你对还错 对嘛 今天手盘315 所以上银已经经过拉回 就不用再拉回了 拜托一下下 下次冲到340块以上之后 再做拉回 那基本上 这就是一个操作的观念的问题 所以我想 有一些好股票 很多人说 老师我们选这些好股票 它不见得会涨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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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同意 我选 如果我选了股票 它可能不见得会马上涨起来 但是我选了股票 一旦被市场认同 就会冲上来 我的4947的昂首阔步 今天再涨5块钱 好那盘中冲到239 创下短期来新高 有没有 当时我给你讲昂宝的时候 在220块 我第一次做昂宝 是这个199 199吃到饱 然后242块 我做了停力 第二次我再进来换组来做 我是在220块进来 曾经一度打到216 我会怕吗 我完全不怕 你可能都不知道 我完全不怕 220到今天239 是不是已经赚了快19块了 对吧 这就是我为什么能够去找到股票 而我可以安心操作 安心报道的关键 好 所以就好像 在这一次的领域里面 因为很多股票都已经涨上去了 比如说 文贸涨上去了 对吧 我们当时介绍的文贸 5月份介绍的文贸 已经大涨超过一倍了 你这时候再去买文贸 当然不对嘛 我们介绍的金顶 也大涨超过一倍了 超过两倍了 已经来到一倍半了 从100块涨到260 那我要在寻找的过程当中 我就要去寻找 那个还没涨到 或者他经过了大中断整理 刚要开始转强的 那他的基本面 如果是纳入我的参考范围的话 我就会什么 盯住他看嘛 我盯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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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盯到礼拜我出手了嘛 对 因为他技术面转强 我是基本面 把他选出来之后 技术面转强 这只股票 我暂时不公开 因为他还没有 还没有大涨上去 但是你只要 记得一件事情 他还可以买 好你知道这个叫做 我取名叫做 雅士红光 雅士红光 好 那雅士 不要笑了 眼书很多人猜到 我不管了 好反正这档个股 我认为还可以买 你猜到也没有用 你不会做啊 好那 买点 对买点 该怎么买 你有多大的信心 这个地方我会去做 那欢迎各位 可以加入我的投资行列 因为今天 有一个比较大的优惠 对 对不对 因为我们每一次演讲会之后 那会场价通常是最优惠的 所以最优惠的情况之下 有一些人没有办法来 那如果不课前来的 可能就上市了这个优惠的资格 所以公司很贴心 我们常常给你一个贴心小叮咛 就是礼拜 每次的演讲会的隔一天 我们会有一个会场价的优惠 欢迎各位打电话进来咯 好 谢谢老师咯 最重要是呢 先来就今天盘式了 然后让大家呢 可以哦 有一些了解 还有资金的一些流向 还有呢 在会场哦 我觉得这位高雄来的听众朋友 也真的是代表很多人的一种心情 也很想要学习老师 就是怎么样把好股票可以报这么久哦 报到他变成 这个零成本啊等等 我插个话好了 顺德已经超涨了 好 先跟你讲 你们要很清楚的 不要再追来追去 好的 谢谢老师提醒哦 真的好的股票 还是要在最佳的 适当的一个区间 再去介入是比较恰当 也最安全了 最有获利机会哦 如果追高了 其实风险是真的蛮大哦 如果听众朋友 对于一些个股有问题 或者是手中啊 有一些状况的话 欢迎您跟老师这边保持联络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 欢迎听众朋友 可以利用工商服务的电话 也就是0223219933 0223219933 把握杨老师这边呢 推出的比照会场 最大优惠的内容哦 只限一天哦 就只有今天一天哦 欢迎听众朋友 务必打电话进来了解 或者是先卡位哦 0223219933 来电咨询 没有关系哦 好 另外呢 来的部分 也欢迎您直接搜寻加入 也就是小老鼠 FU8899 小老鼠 FU8899 好的个股 也会提供给您哦 今天访问进行到这里 感谢轮运投股 杨天迪 杨老师 来谢谢你 谢谢习生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好 欢迎听众朋友 持续锁定 NEWS酒吧 酒吧新闻台 后半阶段 股市战将的单元 我们赶快来邀请到的 就是华信投股 林和彦总顾您好 嗨 齐真好 大家好 是林和彦 好 又是新的礼拜开始咯 礼拜一 今天台股的指数呢 好像也是没有什么 特别的表现 可是个股的变化 好像又蛮大的 特别是上个礼拜 老师的强棒初级当中 有一档个股 其实已经涨蛮多了 今天它继续 哇 亮灯涨停板 就是远雄港 好亮丽 好了 今天盘面上 怎么观察跟操作呢 请教何彦老师 好的 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 我喜欢股票市场 因为股票市场 天天都是新的开始 只要你有准备 每天你都有赚钱的机会 只怕你准备不够 或者输于准备 那这样就不行了 1600家公司 你没有做周全的准备 要赚到钱是不容易的 好 今天台北股市收盘跌29点 最多的时候跌45点 29点坦白说也不多嘛 对不对 那重点还是在个股身上 今天全职股稍微是比较弱了一点 可是蚂蚁雄兵 今天OTC的部分是很强的哦 所以今天很多不占指数的个股 其实标准都没坏地的 很多啦 其实这样也是很好啊 指数不动 留给个股来动 只要你选得对 你就有赚钱的机会 你看上星期五 外资是小买25亿 那同时在台子棋部分 外资上星期五 大买台子棋 7678块 这个动作蛮大的哦 因为外资一天在台子棋的动作 正常是在三千口以内 买三千口或者进卖出三千口 那都尽准的 那到五千口以上 那个动作就比较大了哦 上礼拜五 外资股票买得比较少 它是大动作的买台子棋 所以进多单 上星期五已经累积到 四万七千多口 那从这个动作上面 我们可以感受到什么 感受到外资 他想用四两拨千斤 他想花最少的钱 来控制台北股市 但这是一种手法啦 也不能说他错啦 那大盘的部分 我在一万零八百点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们 就在美国跟中国签合约的时候 我就提醒你们了 大盘要开始回档 可是回档不会升 我也说很清楚的啊 我跟大家预告了嘛 对不对 我说加群指数就在 一万零五百五十点 到一万零七百五十点 就两百点而已 你不要认为说 它会跌多升 不会 因为九月十月 全球都涨超过十% 只有台北股市 只有五百点而已 我们涨的只有人家一半而已 所以回我们也会回的最少 所以当时我就跟大家预告 加群指数未来一个月 将会陷入两百点的区间 一万零五百五十点 到一万零七百五十点 你看我讲完到现在 已经两个星期了 已经两个星期了 这两个星期是不是 就在这两百点里面 就是嘛 对不对 涨也涨不多 跌也跌不下来 就是这样而已嘛 所以相信铃和宴 你们自己看不懂没关系 自己不要慌张失措 大家不要怕 你就相信铃和宴 听铃和宴的分析就对了 重点就在个股 你不要被指数影响 不要被指数干扰 完全依个股来做选择 来做操作 你只要选到强势股 你就会赚钱 就这么简单而已 那你如果找不到强势股呢 怎么办 找铃和宴最快啦 对不对 一通电话拨来 马上我就在你身边啊 甚至于 强棒初级Light 8 每天早上九点半的时间 我都要跟大家分享 一档到两档的强势股 这个是铃和宴要帮你们的诚意啦 你如果是我的会员 我就在看头看买 带你进带你出 选择强的标的提供给你 让你赚钱 可是你还不是我会员的 只要你加入我Light 当我的好友的 我一样会想尽办法帮你啊 对不对 每天早上九点半强棒初级 我都会一档到两档股票 让你在三到五天之内 能够赚到钱 可是你不能一直做短啊 那个太辛苦啊 累积获利 到时候你要是要加入 铃和宴的正规军嘛 我们来做大破端的操作 这样累积财富会更快 所以强棒初级 只是铃和宴帮你赚小钱 让你短期之内 赶快累积获利的方法 你看上星期一 上星期一 我分享哪一档 记不记得 5607的远雄港 记得吗 当天大涨5% 我当天在节目里面 我还特别跟大家谈 我说远雄港在做什么 它不是港口 有没有 我还特别讲说 它是在桃园航空城里面 负责货运运输的 不要认为它有个港 就是开港口的 不是 而且我锁定它的原因在于 它今年第三季的 获利大幅的提升 每股净值有21块 我们上礼拜讲的时候 高级只有15块钱而已 不到啦 我们建议的时候 在14块6 你看今天远雄港 涨停版 16.85 16.85 刚刚好一个礼拜 几% 从14块6 到16.85 15% 一个礼拜15% 也不错咧 对不对 100万 一个礼拜赚15万 50万的话 一个礼拜赚7万5 也不错啊 这就是林何彦 要帮大家赚钱的诚意嘛 那你赚到钱之后 不能一直做短线啊 你一定要加入正规军 做大破端的操作 远雄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买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我希望有 因为有买就有赚 不管是你 礼拜一礼拜二还是礼拜三 甚至于礼拜五买 还是怕你够费 也没关系 多赚钱 因为今天涨停版 说在最高点 那如果没有买 那就好可惜哦 没关系 我每天都会有新的一档标的 可是你要掌握 你不能一直用看的 你用看的 永远都跟你没关系 你看上星期五 上礼拜我们分享哪一档 记得我 上礼拜我们分享的是 三六七三的TPK 记不记得 我说过我说TPK 是外资的最爱 也是很多忠实户的最爱 那我为什么 上礼拜我会分享TPK TPK 今年度从 136块钱 跌到剩83块 跌蛮深的哦 短短三个月时间 TPK跌掉了40% 这不已经有够轻吗 前三季的财报 还不错 第三季赚了两块半 前三季已经贪五块钱了 今年全年TPK 至少七块钱 跑不掉 那赚七块 更重要的是 它每股净值 有九十块 很奇怪 我从来没有看过说 一家公司一年赚七块钱 股价还低于净值的 那我去就倒立 对不对 净值是账上的基本价值嘛 你一家公司如果赔钱 那另当别论 一年赚七块 这么赚钱的公司 股价低于净值 那就太离谱了 是不是 所以上礼拜五 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当时股价还在88 今天TPK 91.4 今天九十一块钱 从我上礼拜五 讲到今天 也四%的啊 一百万也四万啊 要不五十万也有两万啊 也不过礼拜五 买到今天而已 我不知道你有买吗 我们这档个股上礼拜五 我们VIP会员也有买 我不是只有推荐给你们买而已 因为像这种偏高价股的部分 有好机会 我们会员也会出手啊 不是只有给你们lite而已 有好坑的 当然我们会员也没错过啊 是不是 我们VIP会员上礼拜五 是88.5买的 今天来到九十一块四 也贪三块钱呢 随便买个十张 也没多少钱嘛 是不是 买个十张才八十几万而已 贪三万块啊 也没错啊 好今天强棒初期的部分 我们分享的是比较保守型的 今天是分享两档 2610的华航 跟1314的台本 我今天是以手为功啊 为什么我今天要以手为功 因为我看今天这个盘是要回档 那既然要回档 那就不要去追高 找那种抗跌性强的 随时有机会攻的 所以我今天策略是以手为功 所以我今天特别就锁定了 华航跟台本 那为什么锁定华航 因为上礼拜五外资 大买华航9976张 这个数字还蛮大的哦 买超第二名哦 你看上礼拜五华航成交量 一万八千张 扣掉当冲的 净成交是一万五千张 一万五千张里面就有 将近一万张被外资买走了 占了当天成交量的66% 所以华航外资买那么多 这随时会攻哦 跌是跌不下来 因为财口而已 没什么通过不来 可是随时会攻哦 那台本呢 台本上个礼拜五 石油油价大涨了2.57% 一般来讲油价涨 对于石化业的股票来说 会比较有利 因为石化业跟油价是同步性的 那尤其SM的报价 第三季还不错 你知道外资11月份买台本 已经没要一万张了 前三季也赚了一块七 今年全年至少两块三到两块半 本位比不到十倍 才九倍而已 台本今天是涨两毛钱而已 不多啦 可是这两天注意 台本来22块站起来 1310的台本 只要22块钱涨上去 这支也会噴出去哦 因为它在20块跟22块 两块银里面已经走 五股银了 两块钱走了五个月好闷哦 业绩还不错哦 只要22块钱站上去 台本是会动的哦 最近特别注意 今天全支股比较弱了一点 所以指数公布出去 跌37点 全支股的部分 我要提醒你 2409的友达要注意 友达今天是涨了两% 那我不说因为他今天涨 我才提醒你说要注意他 今天我为什么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友达 因为外资上礼拜五买超第一名 就是友达 买了一万七千张 买超第一名 那礼拜四买超第一名也是友达 连刷两天外资都是买超第一名在友达身上 两天总共买2万6千张 你知道11月份以来 11月份才两个礼拜而已 外资买友达已经买了将近快11万张了 是所有股票里面买超第一名的 所以友达今天是收在12.65 12.65要注意哦 只要12块7站起友达会动哦 外资的手现在已经开始升向友达了 我想12块7 今天说12.65就差一跳而已 所以明天如果友达开个小高盘 要注意哦 友达如果一动的话 对于整个加权指数来说 也是一个带动的效果 要注意 那今天升级股是盘面上最强的 升级股原本是最弱的 从总统选完之后 已经整整跌了一年半了 那今天大盘跌37点 升级股转强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就是多头好玩的地方了 深深不息 随时会有接棒的机会 你看升级股 有很多股票跌蛮深的 你看金可 从650跌到180 今天起4% 够深哦 好 这两年大盘大多头 他近年盘那些轻 立峰380 跌到剩95 给你们涨停板 所以这个就是多头 随时会有接棒的族群 可是你不要看跌升 转强就可以买哦 你一定要有基本面当靠山 那么那种股票买起来 后面的爆发力才会有 财报刚发布完 掌握底部的机优股 掌握底部的机优股 还有很多还没有涨的股票 你如果再去赚没 沒關係 让林的燕带着你做 我的原则 我的方法只有一个 我只买底部的机优股 我只买底部的机优股 没什么风险 可是只要一旦涨起来 50% 50%赚 认同我这种方法的 让林的燕带着你 我们一起来赚大钱 好 谢谢老师 好 在最近的这选股的部分 很多投资朋友可能会觉得 不知如何是好 老师刚刚有说 有答应我们 如果你想要知道 这个接下来 应该选择什么个股 欢迎来电咯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每年第四季到农历年 都是最好赚钱的时机 你一定要积极地掌握才行 指数现阶段只有200点的震荡区间 你不要给我棘手应用到 跟着我脚步一起买底部的机油股 我的方法就是这样 只买底部机油股 没什么风险 一旦涨起来就50% 50%赚 认同我这种方法的 我们现在活动 第四季获利大放送 让你先赚再说 让你先赚再说 利用这个活动 我们一起来赚大钱 好 听众朋友可以利用工商服的电话 也就是02-239-239-88 02-239-239-88 认同老师的操作 欢迎把握相关的优惠 好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咯 好 那么接下来如何来选股呢 第四季如何再来把握呢 请教老师 好的 今天加全指数小跌37点 指数其实我不想谈太多啦 因为谈太多浪费时间 而且会影响到你 你只要记得 相信林何彦说的 基数只有200点而已 10750到10550 你如果没有操作太子旗的 你就专心选股就好 选到强势股 你就赚钱了 选不到标的 金木共赚过 找林何彦就对了 上一段节目里面 跟大家谈了友达 友达今天收12.65张 将近2% 明天如果12块7站上去 会订单哦 友达一定要注意 好 强棒出击的部分 远雄港 今天掌停板 上礼拜五 上礼拜推荐的 到现在已经15%了 上礼拜五推荐的TPK 到今天 我们讲的时候是在88块半 今天和TPK来到91.4 也会30%呢 TPK只要90块钱的年限跟净值站稳 这也会冲哦 这也会冲哦 你看今天指数跌37点 有22加涨停 有40加起5% 有91加涨3%以上 你看你如果选对股 你还是有赚不完的钱嘛 对不对 所以 不要理指数了 全力的去选强势股 啊 真的筋谋 找不到强势股 就找林何彦 我每天除了吃饭 睡觉以外的时间 都在找股票 都在看全世界资讯 所以 大盆的卖动 都掌握在我手里面 我的方法很固定啊 强势股 有的已经涨很高 有的从底部才刚开始 我不会带你追高 我不会带你去买投机的 业绩烂的 我们只买底部GEO股 你看5469汉语伯德 今天汉语伯德 一度涨到19.15 也起6%哦 汉语伯德 我从16块钱开始讲之后 你看从16块涨到19.15 也20%咧 慢慢来也20%咧 汉语伯德是华兴集团的公司 今年度华兴集团的股票 几乎党党都飙翻天了 你看最近一家金星 金星第三 前三季赚1块1 也是华兴集团的股票 今天已经涨到31块 汉语伯德一样赚1块1 获利跟他一样 股价只有18块 19块而已 而且每股净值 高达31 汉语伯德 接下来只要 19块钱 站起来 我跟你讲 净值会来哦 那如果 从16块来到净值 这样有多少钱你知道吗 从16如果涨到净值 31块的话 也快一倍了哦 16的一倍是32嘛 对不对 你看我从16块钱 开始讲汉语伯德 现在已经要19块啊 接下来19块钱 站稳之后 如果来 31块钱 就要贷一倍了哦 所以我说 底部GEO股 就是有这种好处 没什么风险 可是你给他时间 他会兑现利润给你 往往就是50% 50% 甚至于更好的 一倍一倍赚 汉语伯德 我们已经20倍了 已经20%了 注意要加速了哦 今天日线KD 正好形成黄金交叉 另外一档 6278的台表科 台表科今天一度也涨了3% 来到31.3 我们对26块开始讲的 我就跟大家讲过 台表科 从93跌到剩24 外资连刷一股的 买了快9千张的台表科 所以不是只有我在买 外资也是很聪明啊 一家公司从93块 跌到24块钱 第三季获利是两年来最好 每股净值37块钱 这些数字都是open的 大家都看得到的 连研看得到 外资也看得到 所以我也是看到外资买 我跟着共襄胜举 那外资看到我们在买 我们也齐心协力一起在买 外资上礼拜五又买了800多张 今天已经来到31块3 你知道从26到31块钱 买20%了 也20%了 台表科如果涨到37块7的 净值的话也不多嘛 你看从90几下来的 反弹到37 也不过是反弹三分之一而已 也45%了 是不是也快50%了 所以你相信林和彦 我这种做法 我们专挑底部的GEO股 你不会有太大风险 可是行情只要一旦跑起来 我们就是50% 50%的回收 第三季财报刚发布完而已 还有很多底部的GEO股等着你去买 我上礼拜跟大家讲过 我们VIP会在布局一档 今年探八块 这是一家相当优质的公司 每年都赚7块8块钱不等 可是明年我手中的资料 我得到资料 明年一股要赚40块 你想一股赚40块 股价会飙到几百块 现在高级到六七十块而已 价格很便宜哦 这是一档未来具备 强力爆发力的股票 目前还在底部区 有兴趣要布局的 跟着连连脚步 我们到时候来探大钱 好 老师呢 这个跟我们强调哦 就是真的好股票哦 也千万不要追高哦 那么何远老师的坚持呢 就是只买底部的基优股哦 其实底部的基优股蛮多的哦 那么风险低 然后获利的机会很高之外哦 那么如果是说 这个持股在放大比率进去的时候 资产会增加的非常快速哦 好 认同老师的操作 欢迎把握老师 这边提供的专业咨询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听的朋友 可以利用工商服务的电话 也就是02-239-239-88 02-239-239-88 老师现阶段呢 第四季大放送的优惠计划 持续的进行 让你先赚再说哦 欢迎你来电了解 另外呢 免费的light部分 每天早上至少都有强棒出击 提供给您哦 短时间里头获利的机会哦 欢迎直接搜寻加入 小老鼠PRO888 小老鼠PRO888 好 老师最后来想补充 好的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一个方法 我们高票期间的探钱就是这个方法 你的方法如果是一个赚钱的方法 那用你的方法继续赚就好了 可是你如果操作一直都不顺利 经常爱赔钱 代表你方法错误 或者你没有方法 那就跟着林天一起 到底来探极 我的方法只有一个 我只买底部的GEO股 你不要小看底部啊 底部的布局是相当重要的 底部你没有布局 行情涨起来你就没有钱赚 所以布局的动作一直都是 输赢成败的关键 就在这个地方 认同林和苑这种在底部布局操作的 这种方式的 跟着联合一起 我们有赚不完的钱 我们现在活动 第四季获利大放送 让你先赚再说 这是林和苑帮你的诚意 利用这个机会 我们一起手牵手 一起来赚大钱 好的 23923988提供给大家咯 实际关系请问进到这里 感谢华清头顾林和苑总顾问 谢谢你 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